在我的争取下 组织正式批准了我 到新化镇百尼村 担任第一书记 同时兼任百尼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 可没想到 头一回开车进村 就进不去了 大哥 到百尼村走路要多久啊 走得快两三个小区喽 谢谢啊 不客气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知道百尼村还有多远吗 这就是百尼村啊 那边就是百尼村了 对啊 你几岁了 九岁 你叫什么名字啊 黄小曼 你怎么没去上学了 我爸爸病了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不就是为了勾引上学吗 走 走 带阿姨去你家看看吧 来 阿姨 还是我自己背吧 挺有沉的 不沉 给阿姨吧 阿姨啊 可有劲儿了 阿姨小的时候经常背柴火 背玉米 那你也经常不上学啊 没有 阿姨一天课都没有缺过 走吧 来 阿姨 这就是我家 放这儿吗 对 好 阿姨 您坐 好 您是 你好 我是来咱们村报到的第一书记 我叫黄文秀 好 那请坐吧 阿姨 您喝水 谢谢 您过来是 我跟您女儿啊 刚才在山上碰到的 听小曼说 因为您今天病了 所以她没去上学 是这样吗 是 我这个身体啊 一直不好 小曼她是心疼我 不过 这孩子没去上学 主要还是因为家里没钱 义务教育也不需要钱啊 是啊 这个义务教育 确实不花钱 但是 这上学也得吃饭 读书 还得买本啊 笔啊的 这都得花钱啊 像您这样的家庭条件 村里镇里没有给这方面的补助吗 是 这钱您拿着 必须得让孩子去上学 谢谢您啊 明天了 新的第一书记就要到了 咱们呢也得让个态度 结封宴 几尘酒 一样都不能少 这位第一书记可是势底帕来的 我寻试着 咱们在镇上的福满楼搬椅桌 成 好 大家好 我是莱 莱报道的第一书记黄文秀 黄书记好 我是百尼村知书周开林 周知书您好 以后您叫我文秀就行了 好好 文秀书记 我接到通知是您明天早上来 没想到您对我们百尼村这么重视 提前就来了 来 给文秀书记倒杯水啊 小庞 打电话给镇上的福满楼餐厅 订一桌 我们热热闹闹的 给文秀书记办一个街烹宴 还有那些刚才的琵琶 拿给文秀书记成当先的 不用不用不用 我是来赴任的 又不是来赴宴的 大家都别忙活了啊 有着闲钱啊 这村子里怎么还有孩子辍学呢 辍学 文秀书记 你碰到谁了 那碗团的黄晓曼 晓曼 我刚才去他家了 跟他父亲聊了聊 那 那小庞 把村里的具体情况 给文秀书记介绍一下啊 你个混账啊 吓我一跳啊你的老酒 你叫我酒干什么 你的酒 你有钱买九万年 把钱拿出来 什么钱啊 你小装糊涂啊 你把事情闹大了你 上次村里来个自愿者 你就去骗人家的钱 这次你更厉害 你都骗到新的第一书记头上了 我什么时候骗了钱了 这钱是他亲自给我的 这个书记啊 挺大方的 你少废话 拿出来 没有 快拿出来 快点啊 你放开 你放开 酒又没得罪你 你放开 你放开 酒又没得罪你 我希望你们啊 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和你脱贫攻坚的办法 明天咱们就开会 好好讨论一下 文学书记 我们平时啊 也没少琢磨 但是 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 我们大家啊 也经常开会商量 大家凑在一起啊 这一天一两包烟都不够抽 想到脑壳都疼 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是吧 想不出来 那就是观念上有问题啊 就得赶 这样我提个议吧 我们先改个实际的 从宋委会戒烟开始吧 你们谁能戒烟 我个人出钱奖励 周志书 周志书 借烟 您先戴个头吧 文秀书记 您看我这烟 都出了大半背脊了 好吧 那从今天开始 我借烟 然后我们所有的干部 在村委会 都不允许抽烟了 好吧 好了 好 文秀书记啊 你的行李呢 我已经叫人去镇上拿了 这件屋脊刚刚收拾出来 桌子和床都不是新的 对不住啊 等待以后再换 挺好的 这可比黄天墙家强多了 这黄天墙呢就是个混仔 一看到你这样的好心人呢 他就骗钱 这是你的五百块 之前我是给小曼读书的 给他没用 他都买酒喝了 这个粉碎中的 那天墙上在这里 费用什么东西 那你去 Until 我去打哪儿 我去打哪儿 让你们看我的东西